应对DNS盗版屏蔽令Google Cloudflare和OpenDS的不同策略与用户体验 在打击网络盗版的浪潮中 矛头正日益指向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核心 域名系统解析器 尤其是在欧洲 包括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的法院 已开始针对OPEN DNS Google Public DNS和Cloudflare DNS等公共DNS服务商 发布指令 要求他们屏蔽对特定盗版网站的访问 这一趋势不仅标志着版权执法的界限正在转移 也引发了关于互联网中立性、服务商责任 以及用户体验的广泛讨论 鉴于类似的法律压力 未来可能扩散至更多地区 深入了解这些主要DNS提供商 对此类屏蔽令的不同应对方式 变得尤为重要 当前这些被点名的美国科技公司 对于被迫扮演网络警察的角色显然感到不适 相关命令的上诉程序仍在进行中 然而在法律裁决最终确定之前 他们必须以某种方式遵从现行规定 正是这种遵从的需求 导致了三家公司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应对策略 进一步加剧了当前局面的复杂性 OpenDNS的硬核选择直接退出 在这三者中 由斯科旗下的OpenDNS 采取了迄今为止最为决绝的方式 面对法国首次发出的屏蔽令时 OpenDNS做出了一个简单却极端的决定 直接停止在法国提供服务 这意味着法国境内的所有OpenDNS用户都无法再使用其解析服务 近期当比利时法院也下达了类似的要求屏蔽上百个体育盗版网站的指令时 OpenDNS再次复制了这一策略 OpenDNS选择不执行具体的域名屏蔽操作 而是干脆宣布暂停在比利时提供服务 用该公司自己的话来说 是由于比利时法院命令实施封锁措施 以防止在比利时境内访问某些域名 因此比利时用户目前无法使用OpenDNS服务 我的视角 OpenDNS的这种处理方式 可以说是一种以退为进 或是一种强烈的立场表达 通过完全撤出受影响地区的服务 他们避免了直接参与内容屏蔽的操作 维护了自身作为纯粹技术服务提供商的定位 然而这种做法对用户的冲击是最大的 不是无法访问特定网站 而是直接失去了使用OpenDNS服务的权利 这对于那些依赖OpenDNS的安全过滤 或其他功能的用户来说 无疑是简单粗暴的连根拔起 这是否是最佳的处理方式 仍有待商榷 但他确实清晰地划清了OpenDNS 不愿扮演内容仲裁者的界限 Cloudflare的技术合规 替代机制与透明提示 与OpenDNS的彻底退出不同 Cloudflare选择了一种更为灵活 且注重透明度的合规方式 Cloudflare声称 他们并未直接通过其公共DNS解析器本身 来实施内容屏蔽 相反他们表示使用了某种替代机制 来遵守相关的法院命令 具体来说 当CloudflareDNS的用户 尝试访问在某个国家地区被屏蔽的域名时 他们不会看到DNS解析失败 而是会被重定向到一个特殊的错误页面 显示http451状态码 这个状态码的含义是因法律原因不可用 Cloudflare在其透明度报告中也强调 尽管用户无法访问 但他们是通过这种替代机制 而非直接在1.1.1.1解析器层面进行屏蔽 我的视角 Cloudflare的处理方式 在我看来相对更为成熟和负责 虽然最终结果也是用户无法访问目标网站 但通过返回http451错误码并提供相应的通知页面 用户能够清楚地了解为什么网站无法访问 而不是一头雾水 这种做法在遵守法院命令的同时 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信息透明度 尊重了用户的知情权 Cloudflare声称 为在1.1.1.1层面直接屏蔽 虽然技术细节可能复杂 但其传递的信息是希望保持DNS解析器的纯净性 而将合规操作放在了更高或另一层 这种平衡了合规要求 技术原则和用户体验的做法 值得肯定 Google的静默失败 查询被拒与缺乏通知 Google的公共DNS解析器 在应对这些屏蔽令时 展现出的是一种静默失败的模式 并且透明度最低 根据测试 在比利时和法国等地下达了屏蔽令的地区 尝试通过Google DNS访问被屏蔽的域名时 目标网站变得不可访问 然而 与Cloudflare提供清晰的HTTP451错误页面不同 Google没有提供任何明确的通知或解释 用户的体验时尝试访问这些域名时 浏览器会显示通用的错误信息 例如无法访问此网站或DNS地址 无法解析等 就好像网站不存在或网络连接有问题一样 换句话说 Google似乎只是简单的拒绝或丢弃了针对这些被屏蔽域名的DNS查询 而不返回任何解析结果 我的视角 Google的这种处理方式是最令人诟病的 虽然它确实达到了屏蔽特定域名的目的 但用户对此完全是蒙在鼓里 一个普通用户看到DNS地址无法解析的错误 可能会认为是自己的网络问题 网站服务器故障或其他技术原因 而根本不会意识到 这是因为政府法院的屏蔽令导致DNS查询被提供商拒绝了 这种缺乏透明度的做法 不仅增加了用户排除故障的难度 也显得不够负责任 比例十 法院甚至曾建议DNS提供商将用户重定向道解释原因的专用页面 而Google的静默拒绝显然没有遵循这一建议 考虑到Google在全球互联网中的巨大影响力 其在合规操作中未能做到起码的透明度 是令人失望的 也与其一贯倡导的信息开放理念相悖 总结与展望 总而言之 面对来自欧洲法院的DNS屏蔽令 OpenDNS选择了退出 Cloudflare选择了带有透明提示的替代机制合规 而Google则采取了不透明的静默拒绝查询方式 这种碎片化的应对策略不仅给用户带来了不同的体验 也使得整个DNS层面的内容控制局面显得混乱不清 对DNS进行干预是一项重大的举措 它触及了互联网运行的基础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进行屏蔽 透明度都应该是至关重要的 用户有权知道为什么他们无法访问某个网站 当前的状况显示 除了Cloudflare之外 其他提供商在这方面做的还不够 考虑到针对公共DNS解析器的屏蔽建议 甚至已出现在美国的新网站屏蔽法案讨论中 欧洲正在发生的这一切 无疑为全球互联网治理和版权执法 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思考 未来我们期待能够出现更统一 更透明的处理流程 平衡版权保护的需求与维护开放 可解释的互联网环境的重要性 对用户而言 无论网站因何种原因无法访问 一个清晰的提示 总比一个令人困惑的技术错误要好得多 今天这个话题我就暂时说这么多 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建议 记得留言告诉我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胖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